大家好,知春奧 澳門友誼橋真是最多事的地方 不過你說他的名字真是改得挺友誼的 今天中午有網友貼出來 看到影片是中午1點左右 他走友誼橋的時候 由快線轉回去慢線的時候 誰知道突然間有一輛藍色的跑車 在路肩的位置高速左邊爬頭絕塵而去 有網友説手車厲害到 簡直是托海上身 友誼橋原來可以三線行車 車尾兜都見不到 快過8六的一定是8七 有網友説很有型 警察不會不拉掛 不過也有人説這些擺明是危險駕駛 以我的目測來看 他應該是有超速的了 肯定是超過80 以及最重點一樣是在橋上 左邊爬頭 這些明顯是違反交通規則的 有網友説應該傳條片給交通部 不過應該也不用了 大橋上那麼多攝影機 實拍到的 不過說實話 現在有部份人開車都相當急躁的 好像很趕時間那樣 說回到車 眼裡的網友和我應該都看到 這部車似乎是豐田AE八老 大家不要誤會 他不是一部超跑 他只不過是一部入門的小跑車 馬力啊 我記得好像只有200匹左右 其實都是布牙籤仔 駕駛得這麼快 不是這部車勁抽馬力大 是他踩到落地板油 不說跟超跑比 現在的電車 找一部十匹八匹的國產電車 都會撐贏他 所以確實沒必要出來這麼高調 可能大賽車即將臨近 以往我們小時候 經常有些人把Corolla 改大個美喉 改個響喉下去 再加個超大美喉 在馬路上走 覺得好像車手上身 不過之後大家知道 交通不斷抓 這些車已經不會再出現了 其實無論超跑也好 小跑也好 牙籤仔也好 電車也好 在橋上行駛 真的要遵守交通規則 不要累幾累人 好這集就先看到 想支持我記得訂閱